那么9月1号是各国中小学开学日 校园周边车子是将当的多 预理分局为了是确保学童校园安全 执行了互同专案 配合学校的导户志工妈妈 学校老师们来维持学童上下学的交通秩序 而远景在场更是贴心提醒 入校之后要全程佩戴口罩 保持勤洗手 量测体温习惯等等的防疫错为 9月1号是各国中小学开学日 校园周边车子比较多 预理分局为了确保学童与校园安全执行互同专案 远景前往学校配合学校的导户志工妈妈 学校老师们维持学童上下学的交通秩序 另外远景在场贴心提醒 如果有发烧症状要立即就医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入校后全程佩戴口罩 保持勤洗手 量测体温习惯等防疫 本局长也呼吁各位用路人以及学童的家长 能在搭载学童时 更能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不违规 由己身做起 让学童们的手法观念更能够向下加根 宣示让学生快快乐乐上学 平平安安回家 借由互同勤务的执行 以及落实校安通报 共同营造学童安全就学环境 记者高双双玉璃震采访报道